Hello大家好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帮克璐一点赞 订阅分享加留言 一样留言超过100折的话 克璐一会从 这些留言之中 抽出一位观众 然后送他克璐一特制的 戒指图 好 那今天呢克璐一要讲什么呢 上次有提到 新手陆坑克璐一介绍推荐的 几款月季 那今天相访的克璐一要 先劝退小白们 先不要种的一些品项 除非你已经 打定主意要用上荣耀的路上 好那 第一品 第一品我觉得难度比较高的是 蓝月石 蓝月石呢他为什么难度高 因为他 相对之下比较容易 长白粉 然后感觉上会比较 可能好像比较容易受到细菌感染或是什么的 所以这一瓶花的话除非你有要 有要用荣耀不然这一瓶花 他可能 比较不太适合新手 那第二瓶的话是迷你 一店 迷你一店 克璐一有长期都有在 喷农药但是偶尔他还是会出现白粉 可是迷你一店 克璐一还是非常喜欢 为什么 因为迷你一店他擦平的时间很长 而且他开花的时间 也很长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在喷农药的话 克璐一是推荐的 那蓝月石也是蓝月石真的非常的仙气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Google图片看一下 而且蓝月石他是一瓶多花 然后每次开出来都一球 所以 会蛮有成就感的只是需要喷药 那 第三瓶就是雅茶 雅茶 克璐一有跟你们讲嘛 就是克璐一有一阵子那个红蜘蛛的最爱就是雅茶 但是雅茶每次一开都是一整吧 所以我真的觉得雅茶是 有用荣耀的 朋友适合 但是如果你没有要用荣耀或者是你是小白的话 就 可以再等等看 就先这样 那 长得慢但是养起来却很美 就是养久之后 他长大之后就很漂亮的 一些仙气飘飘的玫瑰花月季是哪一些呢 好 第一个就是蜻蜓 蜻蜓的话 大家 如果 有看过图片的话 蜻蜓真的是 非常的仙气飘飘 就是他是那种 波浪型的 然后他开起来也是 一劲多花的 但是那是仅限于他长大前 啊长大后啦 长大前的话他真的很久才开一次花 然后有时候花又 不是很大 如果你没有什么耐心花 先 这瓶先 缓缓 那替代方案是什么替代方案是新浪 新旧的新浪 浪潮的浪 比起 因为客户一其实有两盆 两盆蜻蜓 然后 一盆新浪 然后这两盆 就是这两瓶啊 新浪跟蜻蜓 比较起来 新浪真的 琴花很多 因为 我蜻蜓刚种没多久 那我觉得 如果没有耐心的人 真的 会被蜻蜓 给 就是熄灭他的热情 那再来就是 赛德托 赛德托 我家也有 可是 我很少看到他开花 但是他开起来真的很美 因为他是切花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什么耐心的话 先等等 第三瓶是 珠宝盒 那珠宝盒他是 他开起来很美 但是因为他是多瓣的 那你如果中间有点缺水的话 他有时候会干枯掉 但如果你很认真的在照顾 比如说你喷 就是很勤的给他浇水 然后也有荣耀控制他 其实他真的很美 网路上有些大神 真的把珠宝盒种得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 这瓶也是先缓缓 然后再来是 龙沙宝石 龙沙宝石就是这瓶啊 很多很多那个 很多人入坑都是因为他而来的 龙沙宝石他就是 龙沙宝石他 在台湾很多人说他是 一年只开 一次花 但是 确实有人 可以开到两次 他可能两次或三次 但是规模可能 没有像 第一次第二次那么多 那克鲁伊其实这个已经开第二次了 所以说 如果说你家 你家的地 你家的地是地质的 地质就是说不是用盆栽的 你是直接种在地里面的 那 你又 你又有阳光非常充足的话 非常适合种龙沙宝石 因为 龙沙宝石就是很喜欢 大太阳 又就是很喜欢 地质 然后就是 开起来 仙气 飘飘 可以开成整片花墙 克鲁伊当初也是因为他入坑的 所以说 以上 克鲁伊现在目前自己种植的一些玫瑰里面 的 认为比较高难度的大概就是这几品 其实他们开起来都超美的但是你必须要很有耐心 然后有用一些荣耀 那可能你很就是会很定期的去浇花 然后 近期去防治一些 病虫害 那以上的这些 就都不成问题 但如果你是崇尚自由派 自 就是比较自然系 不用荣耀了 真的 养玫瑰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的 那 各位花友们 你们觉得最难养的 月季玫瑰是哪几品呢 也可以跟我们 大家在留言区里面分享哦 好的 那 今天就到这里为 到这里结束了哦 那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分享 加留言哦 留言超过100则会从 里面抽出一位观众送他戒指图哦 拜拜